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都看到天气非常好 太阳已经出来了 但其实现在是很冷的 昨晚下了一场雪 所以现在天气仍是寒冷 不过好在天气是晴朗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Richmond Stevenson 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Venda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连续 便会找回我上一条影片 便会有更多资料 关于这个项目和展示室的视频 因为现在展示室已经卖出去了 有人搬进去住 所以我们今天只可以站在外面 给大家一个更新 因为上次这里看到是未建的 这一批已经建好 有些还进了火 这些是有Single Garage的单位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外形 到时它第二期快推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Garage在后面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 因为它很快就开卖了 如果大家在找这些全新的独立屋 这个Project便非常适合你 因为其实不是那么多 那么大型 例如一个Development 有十多二十间的Single House 而且地点其实是挺好的 我们稍后可以展示一个地盘 给大家看看 其实第二期是怎样的 以及再拍一拍 其实Double Garage的样子是怎样的 我现在就站在上次我拍照的单位 的后面 即是它进车房那里 它有一个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我现在站在那里 就是行车的back lane 如果你回家 你就是会驾驶这里进屋 而我看着这一边 其实就是Phase 2的Development 你就会看到它已经有三行的 将会发售 然后大家的Garage 将来就会Garage对Garage 即是两排屋的车就会在这边 正门 在这一排就会去那边 然后再下一排就会是正门对正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还是地盘 但是它预计应该是3月2023年 就可以落成 而Vender对面的Development 它也是一排比较新的House 所以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一个新的Single House 的Development 在Richmond Steveson这边 其实都挺难得的 因为很多客人都会问我 有没有新的Single House 即是好像Vender那样 在其他地方 其实真的比较少 因为现在的发展商 如果有块地 可能都会 推荐他们建计Town House 因为可以建计多几间 所以这个发展 我觉得它挺好的 整个都很平衡 很新很漂亮 那Season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地方 校区也都非常好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周边的环境 又再一次更新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个盘有兴趣 就立刻联络我 因为它就快开卖了 而它的开价应该是大约200万 加GST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周边的成交 看看到时你可以入什么价 你可以立刻找我 给多些资料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按个like 然后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没有点赞 还有 点赞 终于 变得还 说 点赞 点赞